而且跟员工说真的对不起你们 我只是想好好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难 这行为涉及诈七级背信罪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们现在有两个官司在进行 一个是他们告我们民事 第二个是我们告他行事 那这个315就是我们告他背信 当时的刘董事长背信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315万是涉及了背信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付给你 法院他就是很单纯是一笔归一笔 所以他说货款你拿了货 你就要给人家钱 所以他就先看了这个民事 但是我们的行事还在下面 他现在如果申请这个执行 我们已经料到他会有这一招 所以我们把员工的年终都先发完 就是如果他让我们不能够继续营业 我们必须对员工要有一个交代 所以我们先把钱发出去 而且跟员工说真的对不起你们 我只是想好好做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做 曹金盈也在昨日脸书发出 律师韩强调 在有造谣、虚构、影响社会秩序的文章、标题 律师团及艺人所属公司皆以法律维权 让这场拉杯被争议持续扩大